中文字幕——YK 苏健兴继续坐镇 迎接梁龙 阿云嘎等实力派歌手的挑战 第三季以更包容的心态 更多元的舞台呈现形式 真正地实现了全方位的跨界 但蓝台做音宗始终存在的问题便是 前世真没少在艺人身上达 经常是一档节目能够挥集够 做好几档音宗的资源 但在节目模式创意始终欠缝 像天字的声音的模式 是由音乐合伙人寻找音乐中的搭档 飞行音乐合伙人梁梁组队演唱 常驻音乐合伙人从每组中选择艺人合作 进行推荐金曲争夺战 但飞行音乐合伙人以和逻辑组队 选取以和标准诞生 推荐金曲的意义所在 都是比较模糊的 包括节目给音乐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平台 成为作品与观众之间的连接的口径 也比较缺乏说服力 事实上观众在天字的声音里属于比较弱势 并没有太多选择的权利 相反 是常驻音乐合伙人和剑音团具有更多的话语权 包括致力于对音乐创作进行深度的探讨 和挖掘的节目定位 具象到节目里的体现 常常便是后期磨剪后所谓剑音团的火腰味 包括第一期节目理性和流水机所谓的冲突 还被掐头去为单独剪成的短视频 放进了官方短视频账号 引流的意图十分明显 而且从个人的观感来看 至少性在第一首歌时的状态非常奇怪 甚至可以说有些心不在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所谓不知道这样节目 有何意义的心态使然 让他最终在舞台表现上有失水准 而胡海拳 希琳娜一高几乎六零瑕刺的演唱 全是了唯一这首歌 温柔的歌声交织在一起 完整呈现歌曲的意境 又被带入到情绪中 舞姿妹妹柔中带萨 极限高音质机天灵盖 业务能力可见一斑 最终他们获得了全场嘉宾和观众的掌声 成为本期的推荐金曲 昨天 希琳娜一高在采访时 她表示 天赐的声音是一档备受关注 热度很高的音乐励志综艺节目 不同类型的歌手 以及他们对于歌曲本身 人生经历的理解都被完整鲜明地投射 在每一首合唱歌曲的演艺之中 当然天赐最亮的仔当属周深 她的言语里藏着她的精力财富 每次录制完节目都请我们吃饭 哈哈哈 随后 希琳娜一高自保 上次我也是调侃周深 问其希望水保明天赐的声音三 对此 大家也是想知道有哪些歌手 而希琳娜一高调侃 周深说只要联系她的 没完没了的请她吃饭的 每天被别人吵醒说交流音乐的 她都希望报名 周深还说重在参与 哈哈哈 周深的回复真的很情商 当然 周深的造狗 让天赐的声音舞台有了更多的娱乐性 不过话又说回来 对于天赐的声音三 上一期的音乐辩论 小伙伴有什么要说的吗 там 今日 Klein 俩 你 commend